今天是十七堂 161到170 161到170 那 早上也不如講到那個 董事講師 非常好 我們就空出時間來 你們要講一小時也OK 對不對 你要講兩小時我也讓你講 這個普通都OK啊 甚至新的課程 你覺得老師我可以先預習 study過然後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看看 怎麼樣 所以 沒有規則就是其中一個規則 但物理 那個背後的發心很重要 就是我們比較發心是 對大家使用這樣子 比較發心是幫助所有人 中間那個過程都不居小集 但是你至少我覺得 都會給自己一個挑戰 可是我本來不太敢上台講 那我上台講三分鐘可以嗎 老師 可以嗎 隨著上台講三分鐘可以的舉個手 三分鐘三分鐘三分鐘 兩分鐘可以的舉個手 兩分鐘 那待會每句時候要上台講半小時 兩分鐘可以的舉個手 兩分鐘可以的 一分鐘可以的舉個手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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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決定不用看別人 因為生命是自己的 自己負責 放下 還沒舉手的舉個手 來 先請看你要講多久 兩小時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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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做 Nothing to lose 甚至你們就知道老師我練習 我會不要輪 他們切掉 就切掉嘛 So what 這都是方法 但是人唯一的限制 來自於你的思維限制 就是你還沒事你就 我沒辦法 對 就放棄 所以早上很好笑 早上其實我本來要早一點 酒店 我邊開車我就要再講 人家說 早啊是 你這個邊開車怎麼不用再講 一樣就暗語 暗語呢 邊開車 各位優秀老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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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分享三個 這個銷售性寫作的重點 就可以講話了 就這樣一講話了 本來去年我也覺得微信講話是很傻逼的事情 可是講半年之後你知道嗎 就這樣可以講話了 所以昨天我在咖啡店喝咖啡吃小茶 他就有人轉錢給我 轉紅包給我 為什麼 因為他說老師 我每天在自己分享 我覺得你分享的東西不超所值 所以我決定拿三百塊我花給你 人民幣 一千五百塊是太明顯 那就打給你 因為他覺得你講的 你覺得他有幫助 好 我們只要找這種人 就要更同頻率的人 好的 所以我們總之講師也是同頻率的人 Yahoo 剛剛每一位都舉手了 有明白嗎 當老師就是要有點心機 你看我剛才講八星很重要 我們的心機是設計讓各位同學進步 強迫進步 日文叫勉強一下 勉強一下 一分鐘講完 是不是會兩分鐘 我跟你講分享會上流 每天分享一分鐘 每天分享一分鐘 不行不行 我每天要五分鐘在一起 像我現在每天不分享 覺得這有點怪怪的 所以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那個群 你就是要講一下 講一下 講一句 我們還有一個群 這個群是每天要分享 如果不分享 會不會記住 會不會記住群 然後再進來 要包兩百塊的話 一千塊台幣 所以你們可以一定要分享 那我早上因為 那個最近比較好 我就說 我每天來這個群 分享一分鐘就好了 那因為一分鐘 還是要分享各位 所以我速度加很快 各位人 現在一本 就報告VP裡面 約束了 我們大家到早上 早上好 我們現在來分享一下 一樣一分鐘來練習 然後教師的分享 那早上有這個在我建築裡面 有老大說這個群組 那裡面為什麼今天 都還有幫助說 那個幹部隊 我說老大你都退吧 老大就退吧 你根本從這邊的 那可以老是說 我們知道同屁股的人 所以你這個廢話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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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該事情 然後我們要幹中優化 是不是老大說呢 所以幹中優化不廢話 幹中優化不廢話 幹中優化不廢話 早上貼入出來的一句重點 幹中優化不廢話 那我到時再去上課 那今天是到上了 是公英營課程 公英營課程 是原價好幾萬塊台幣的課程 那現在我們把它換去 所以做成公英營的課程 然後呢 是因為我完全零元免費 因為我們前端 那我一頭都要回王 所以這是公英營的課程 那現在舉辦是在 每個禮拜就早上10點到12點的時間 在台灣師島的教室來舉辦 我還有最後8秒鐘 7秒鐘 6秒鐘 5秒鐘 各位優秀的老大們 非常好當下好 大家站在播一分鐘 我後面不知道講什麼 就是拖時間 有聽通嗎 誰知道我要講什麼 就講就對了 就是這樣 右腦爆炸式分享 就一分鐘一直這樣 不停 規則是不能 就一直這樣一直這樣 那講習慣了 這是因為這個群規定每天要分享 然後就來一分鐘分享 然後就簽到就可以交代了 那我在自己的群其實 現在你分享習慣了 隨便一分享就半小時 隨便一分享就一小時 你講好今天有三分鐘 這個就開始 那所以 然後 我的人都舉手 好 那後面進來的我幫你開張 好 所以 老虎你叫他開張 就是 一定要上台試看看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都行 不論你都行 都沒問題 但是你上台講過一遍 就會有感覺 感覺 年輕人知道什麼 Fu 就會有Fu 就在這個位置 感動好重 OK 那我還想到了什麼 叫做明日赴明日 明日何其多 此生待明日 萬事成錯過 所以不要再等明天 Just do it now 那我早上帶我媽媽去坐車 然後他們好笑 我說我下午講師要聚餐 普通講師要聚餐 然後呢 他說你幾個人 我說二十位左右嗎 他說你喔 二十個不少喔 然後他說那這個 我就說我們是用洗漢二的禮券 這個買洗漢二的禮券 反正聚餐就要聚餐 就要聚餐 這樣 他說不錯喔 然後我媽就會從側面給我一些批評跟指教 這爭辯你啊 我會讓你進步的人 所以我就跟他講 然後講完他說 那你這個聚餐要聚餐 他說我要付多少錢 我說我全包 我包場 他說唉唷 你當老大 很好笑 所以這過起來有趣 我就說我們是講師群 只要講 好 所以回來 下面請看一百六十一 一樣這一節我們快來看一邊 好 第一個請一下 flex 所以你的夢想一定會不會實現 重點是你今天去實現了嗎 夢想一定會不會實現 重點是你今天去實現了嗎 好 一六一 再來一次inflex 那FLAT很簡單 FLAT很簡單 FLAT很早 FLAT 這個臟就是 這個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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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來 上面一起聽一下 inflection 下面 inflection OK 所以它其實很簡單 FLAT就是什麼呢? 就是扁扁的意思 所以風貨膨脹非常簡單 就是祈求扁扁的 你開始打氣進去 於是它開始脹脹 好簡單 Deflection 第一 電腦鍵盤哪一個字? Delete 就是把空氣放掉 好簡單 所以請說 來 這是GD 你下次要上台等幾分鐘? 可以等一分鐘 一分鐘 好 來 掌聲通過一下 你這樣就突破了自己 大家下聲 就下次了 沒錯 沒錯啊 這個叫做引導 一分鐘 一分鐘就怎麼辦? 不然你就先叫 去你上台頂 看他就不願意了 如果他不願意你不要等你一下 不能吃飯 但是你們私底下的時候 我不甘身 你們家要有一場 你怎麼那麼多東西給你寫 你怎麼那麼多東西給你講 請問是第一天就會有嗎? 保證不是 我會各位報告一下 我出過好幾本書 那其中一本書叫 K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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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途遍 K文法 那請問 這本是針對全民簡出幾本 它是很簡單的K文法 那你現在呢 難不倒了 為什麼難不倒了 你知道嗎? 因為出版社倒 不好出書出版社倒 後來倒了開始叫出版社 說出版不好做 因為電子出版 出位出版等等 所以出版社倒了 那時候完 我已經出書了 那出書有沒有賺到錢 還值得不多 幾萬買 出書不是為了賺錢 是一個資 然後後來因為我有這本書 所以我後來要去寫專欄 我說我是主作者的 因為作者一定有機會有一份 我跟他這邊看 我做過這個 你有沒有做過書 那他會不會去查出版社倒呢 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一個印象就是 你有做過書 就是名片 要解嗎? 所以中間的過程 一定會有問題 一定會有曲折 一定會有什麼什麼什麼 我還有一本書 百萬年紀紀錄頭 有人手上有嘛 對不對 這本書有沒有賺什麼錢 可是現在是名片 所以因為這個名片 我去拜訪董事長 總經理 我就直接拿出來送你 送一本 董事長 總經理 送一本 然後等於就談成何作 他問王老師 你有出書啊 你有出書是作家不一樣 感覺不同 那就是名片的作用 那甚至我跟各位講 就坦白說 這我是講的都是真實的事情 有人批評過我的書 你這書哪算書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不去跟他正面回應或重複 或是沒有用 同頻率的人 不同頻率的人 你這樣就知道了 等於要浪費一個時間 生命是有限的 你應該把你的生命用來創造 更正面能量的事情 而不是去跟人家炒這個東西 因為炒不完的嘛 那我只跟那個轉達的人說一句話 我說好啊 那他寫一本比我更好的嘛 好 那那個轉達的人就說 他沒有寫錯了 所以我可以shut up 我有書嘛 你書嘛 你就shut up 如果你比如說我出LINE 那你寫的比我好 我一定買回來拜託 我說他已經做到 如果一定要做就買回來好好研究 然後拜託之後 我就會開始分析裡面東西 我可以做到這樣子 因為你要分析競爭對手 所以我在網上看到一句話 我覺得很棒 叫做比你優秀的人 沒空扯你後腿 比你優秀的人 沒空扯你後腿 所以會去扯你後腿的人 就是拚一波代經 那所以不要管那種人 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所以我做了K文法 後來我又做了什麼 K起座 還有一把K寫作 那邊也做過寫作 好來 所以那就是一個ID 後來呢 現在變二手術了 現在二手那個書網站可能會找到 K寫作 我也說啊 所以你說老師你會不會加寫作 文書過寫作的時候 還有老師我寫作的時候 老師會不會加文法書 或文法書 那文法書才好笑 我拿去給我那個實踐的指導老師看 K文法嘛 是不是 他一看 他院長媽媽沒空 然後後來我找他 他就在 後來我打他回來了 老師啊 我有看一把書在你桌上面看 他說有有有 Kerry 想不到你會法文啊 想不到你會法文啊 我說老師 他叫K文法 我說不好意思 看作片 看作片 是 意思就是說書哥沒打開看嘛 他是看了封面啦 大文Kerry 因為他那時候當院長 可是So what so what so what 我就送了書大家面前 對 那Kerry為什麼要送書在大家面前 是嘛 所以他後來就找我去教專業英文課 教建築研究所的專業英文 請問去教專業英文 就一路都很順嗎 不是啊 我碰到那個很大咖的建築研究所 國外回來的老師就百般的刁難 我講真的啊 你不要以為大家都好像都沒事 好像都很順 哇 都碰到一路都是貴人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你自己要去心裡面調適 去很快的轉移你的注意力 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負面的能量上 那你輩子就負面能量 如果你很快的轉移 那你就很快的變正面能量 所以伯克萊上面有一個書 叫垃圾車理論 垃圾車 垃圾車理論 Law of the garbage truck 這是英文翻譯的 簡單的講 有沒有人聽過 各位學人資的一定要回人 為什麼 因為他的概念就是 他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倒垃圾 倒完之後就在公司組織裡面 A跟B倒完垃圾 B沒有把它焚化掉 B又把自己的垃圾倒進去 然後他把他倒給死 C又把自己的垃圾倒進去 就倒給D 哇 那全公司完蛋了 全部都垃圾了 所以你要在公司裡面多找幾個網 反無話 對不對 人家到他這邊倒垃圾就碰 就被燒光 但公司裡面就被垃圾了 公司裡面沒有垃圾 公司已經賺錢了 對不對 公司賺錢大家來賺錢不就開心嗎 而不是一天到晚人們內鬥 一天到晚人們內鬥 消耗浪費性的生命的時間 The Law of the Godly Shock 如果你們進去可以 找中文版或英版來看一看 好 垃圾哲理論 所以也會可以在群組裡面安排時間 那以自願的為主 好吧 自願的為主 Kitty他們家下禮拜先處理 坦白講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下禮拜二要出國 帶家人出去玩 各位 你覺得我的Schedule忙不忙 忙嗎 但是要不然帶家人出去玩 要啊 所以三個月前 半年前就要先安排 我看排到12月要去澳洲玩 就你要去啊 帶一批同學去澳洲練英文 你就先排吧 先排吧 那二三四五 去四天參演 你看 我一講那個我還去沖繩玩 很甘心的 你知道嗎 就有同學傳訊息來了 老師 沖繩我去過三邊 這裡是我的Schedule 這樣 這樣 你看 很甘心 我也沒說 同學去過沖繩了 趕快送資料過來了 下分 沒有 沒有嘛 就是它是很發心的 就是它是很發心的 覺得老師要去玩 關於我的資料 就這樣就很開心了 那二二三四五四天三夜 禮拜五凌晨回來 禮拜五凌晨回來 那如果我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思考的話 會很累 很累 一早十點等一下 還要上課 拜託 我有收錢嗎 我沒有收錢 所以我老婆就說 你幹嘛把自己搞這麼累 我說我很開心啊 對啊 我來上課是很開心 我一定都不累 就身體會累 但精神不累嘛 所以我說我要來上課 我說確定你不請個假 你來很延後就好 有什麼關係 反正沒收錢 他就這樣講 我說不是那個問題 就是說反正沒事啊 如果真的有事或怎麼樣 那是真的會有 但是剛好凌晨回來 然後呢 禮拜六還可以來上課 那我覺得就是開心嘛 就這樣 我說不用請假 來 照樣來 OK 好 本來我們就要講這次了 我就剛好想到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不要覺得說 別人都是每天很順這樣子 都沒有碰到什麼 除外挫折挑戰 可是如果誰跟你這樣講 就跟他說 Garrow 老師說 罷兔耶 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狀況 所以中文人說 家家有本 那很念的經歷 對不對 所以居住裡面也是要搭動嘛 所以早上 那我的老大也生氣啦 因為他群組裡面 有另外的老大跟他說 那個啊 你每天晚上八點半開會 都跟我的什麼分享時間撞到 說沒關係 年事比較重要 你就去弄你的事 如果開會三十五道就被踢出去了 你自己決定 你自己決定嘛 對不對 不要很強 不要很強 好 所以以後呢 我們之前不是請各位 那個點名要用mine的名稱嗎 對不對 那開始要執行 開始要踢人出去了 或什麼 有限的資源 要用在有效益的同學的身上 希望把這個種子散播出去 好 主任有說嘛 但是其他要示範機器的學校 或基隆還是哪邊 好 說不定都會上台 來 定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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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敢的話 如果你敢的話 所以說我去成都跟賴老師也是這樣 賴老師開場 賴老師開場沒問題嘛 大師開場 對不對 那我後面家後面那張小弟 我就衝就好了 他說我們台灣來了一位這個王伯士 他就在點頭去工 他說我們待會這個數碼學習的部分 就交給王伯士 我就起來不去 我就去講 然後等待我就講完之後 就開始了 各位老師們再認真地可以講 就把他的權威 介意的怎樣 轉移到我這邊來了 所以後來這些老師們 家長們 學生們都聽得蠻開心的 因為真的有東西 這樣 所以各位以後如果有興趣 Yahoo 要不要試看看 所以我們去演講的時候 我們就搭配啊 搭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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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忙 那現在越來越多時間 那企業最缺的是什麼 各位學人資的 對呀 人才啊 所以企業的氣會寫嗎 廢話 一定會寫 上面是什麼 是一個人 下面是什麼 是指 也就是說沒人就怎樣 就掛了 所以一定要有人 所以為什麼下午我們要開講師大會 因為那就是人 那就是人 那就是一個環節 一定要有人 好 好 一六二來請你一下 Reflect 講那麼多 我們要努力很簡單 鼓勵大家踏出自己的舒適圈 原因 再次不要再講一下 再為我講一下 原因很簡單 但公眾演說力就是影響力 影響力就是心態力 如果你有公眾演說力 你就會有影響力 沒有影響力 你要賺心態比較容易 都要運動 好 好 OK 好 所以你自己決定 一二在領事 Reflect Flect叫彎曲 彎曲 如果你一天大玩 想說我還在多三年前啊 可是又不學習 又不進步 又不自我挑戰 那就 你知道嗎 就你 那叫Fantasy 就是幻想而已 好 用這個去做 一六三 你請聽一下 Aflict Aflict叫做折磨痛苦 F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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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它這個跟反射有關 再來 一六四 檔案應該各位都有吧 好 我們先Run一遍 好 待會再詳細講 一六四 來請一下 Break 第一個字 請一下Fragile Fragile Fragile它是法文來的 上次有位的同學學過法文嗎 沒有 沒有 H名叫Fragile 昨天我在園中心上課 就有位男同學 他學過四年的法文 法文系畢業了 所以他可以證明我講的名字都是這個 那個法文的字根 好 E65 預訂一下 Frigid Frigid 好 Frigid Frigid 好 這個Frag很簡單 我先把這個概念舉通好了 這個Frag F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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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誰 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誰 你知道嗎 Frigid REAK BREAK BREAK 因為B跟F 規則是 BBM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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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母音代換 那它不只是母音代換 它還母音代換 它還母音代換 扩擦 扩擦 好 母音代換 還母音擴張 所以來這裡是Frag 原來Frag就是BREAK BREAK就是Frag при BBMFB 165 第一個 來請一下 Frigid 其實Fritid很簡單 各位沒有學過電冰箱 Re Fri Ger 我讀這個字嗎 所以就是很冷的 它其實來自一個字 叫 FR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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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詞 這個詞 FREEZE FREEZE 來聽一下 FREEZE FREEZE叫凍結 冷凍 但如果你在這個警察的電影裡面 他們會對壞蛋喊什麼? FREEZE 沒有INDO FREEZE 請問警察是叫壞蛋的動嗎? 不是嗎? 叫Don't move 的意思 他用這個字 FREEZE 所以這個字你一定要學會喔 正義是FREEZE 因為有一個日本留學生到美國去留學 在Halloween 萬聖節的時候 就跟人家一起去玩什麼? Trick-a-tree 不給他們救導彈 可是他走到一個美國人家門口 因為美國人家都有前院的嘛 他看到那個美國人臉色不是很好看 拿著一把來福槍 全封 台灣話叫 麥心白霸 什麼意思? 人家拿來福槍站在他家門口 你還進去嗎? 就覺得日本人就有點怎樣? 他要怎麼回事? 很白目啊 他就想著他開玩笑的嘛 萬聖節大家先讀就好了嘛 就繼續走進去 Trick-a-trick-a-trick-a-t 那個美國人就喊了這個字 這裡一次 FREEZE FREEZE 然後槍就上台 然後那個日本人還沒有感覺 Trick-a-trick-a-trick-a-t 等他快走到那個家門口的時候 裡面那個門的時候喊了三次嘛 就被逼掉了 因為他聽不懂這個字 他在這裡一次FREEZE 所以各位英文這麼重要 很重要 聽不懂被掛掉 他FREEZE什麼東西啊? 聽不懂? 他自己也懂DON'T MOVE 所以單字不是萬能 沒有單字萬萬不能 而且可能會送命 這裡一次FREEZE OK 所以FREEZE FREEZE 好不好補充在後面 不就是 FREEZE嗎? 好 那個字就是死的概念啊 FRFR一樣 E跟I 我們帶換S跟G 很簡單 你看 我們樓下這個因為安全的緣故 我們現在會這個 再管制一下 所以同學要請一下 好不好 為了大家的安全 好 所以這裡是FREEZE 右邊是FREEZE OK 所以這跟冷有關 FR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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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166 一請一下 REFUGE 好 FUGE跟逃散有關 其實他就是誰呢? 就是他 FUCE FUGE 請問規則幾 得了 規則一 TDS THCHG 所以S跟G可以換 規則一啊 忘記了趕快覆蓋一下 需要手機桌面 格陰法則手機桌面 請跟雅霧鎖去 很重要的很簡單 很漂亮的 好 可以關注你幾個嗎 哎呀 你們全部有看過嗎 咬入地碼貼一下 對來 好 手機桌面 人家就做好了 我剛才有說傳到那個 南美洲的一個不知道什麼國家去 一個我連名字都念不出來才夠講 對 OK 好 所以這裡是REFUGE 好 167 來一次聽一下 PROFUND 好 Found Found 跟基礎 跟地有關 Found 那它長得很像找到哪個字 Find 的過去式 Find Found Found 所以這兩個呢 各位要分清楚 一個是Find 一個是Found 一個是Found 好嗎 我們三態 來比較一下吧 因為有時候你背了很多 但你沒有離親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作用 譬如說來出個題目吧 隨風上禮拜剛考完 應該很有影響吧 這是多一考題 A 來請一下 Find B Found C Founded 最後 Founding 好 後面題目都不用看 空格 in 1990 也就是於1990年創立 請問 這個概念 考試解這一題 需要幾秒 1秒 1秒 這個人很浮誇 很浮誇 1秒 我常常碰到同學 我說 這一題會不會 我把答案弄掉 我說 你看一下 老師這5分鐘都解不出來 他說5分鐘都解不出來 我說這麼誇張 5分鐘都解不出來 然後我講完之後 他說多久 他說1秒就跟你一樣 他說1秒就知道了 你很浮誇 你剛剛說5分鐘解不出來 現在1秒就解不出來 各位要去思考一下 那落差在哪裡 那個gap到底在哪裡 就為什麼你剛剛說 5分鐘10分鐘解不出來 或解出來不一定是對 可是奇怪 我一講完 你就說1秒就對了 對不對 如果媒體都這樣1秒1秒1秒 還得了2次 有1秒嗎 40提不過40秒 有BC 就BA 然後就選對總 那原因就在哪裡 對文法的小心度 像拳風 你把六圍線上全部做幾分 990 全部做990 全部做990 990分滿分的 Renson 沒有 他來不及練 他來不及練 來不及練 因為他隔天就考試了 隔天考試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做太多的題 因為你把自己考的壓力太大 所以他現在跟我們聊一下 抓他的重點80 20 考試前最好就是 如果你前面你做了很密集的練習 像他可以 為什麼 他今天做了密集六回耶 1200題耶 全部做到990 我覺得他就算練練都不做 他大腦會自動重複來做東西 但如果你是兩禮拜才做一次 三禮拜才做一次 一個月才做一次 你說老師我今天要休息 那你就大腦繼續空的 繼續是空的 那你一定沒什麼動作 所以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所以上次我給你一個建議 是放鬆 回去悠哉的複習複習一些東西 就好了 放鬆是最好的方式 很重要 像各位要寫論文要投資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麼 放鬆 放鬆 那你跟一個人說你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他只會越來越緊張 所以你要叫他放鬆 來 所以你看這個催眠師 催眠師都叫你怎樣 放鬆 越來越放鬆 想像你的頭上有一道白光 因為我買過好幾套狀態 測試 測試 真的有用 放鬆 來 再來一次 perfound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提起 我是什麼都不信任 本來什麼都不信任 但我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去做實驗 所以有一次我就買了一套催眠CD 169塊的樣子 因為廖岳彭老師 他現在不在台灣了 他就跟我去大陸賺錢 因為大陸比較好賺 大陸辦一個講師班 5萬塊人民幣 三天 台幣25 開一場200個人 算一下 算死了對不對 他都不回來啊 為什麼 這一省 玩兩天再玩下一省 下一省 但人家前面有累積 現在台灣已經累積很久了 有十幾、七、七、二十年了 然後上過很多節目了 然後又拿這些節目的錄影帶 拿這些他出的書 拿這些他出的教材 到大陸區全部變成簡體字版 就開始收獎學班了 因為人家前面有累積 就要羨慕別人後面這一段 你看他前面那一段 然後我買過他169塊的CD 然後可以叫做 往淺潭催眠 裡面也有一個測試 還有一個區域 有沒有人有測試過 你看你們都沒有我用工對不對 我就什麼都買來吃 他就開始催眠 然後催眠之後呢 當然講很多催眠的迷思 就很多人以為催眠會瘋掉 其實不是 然後還有催眠的指令 你會抗拒 你刻意抗拒 只要你不喜歡 你可以抗拒他 再來 就很有趣 我想說真的還假的對不對 我想說試看看 結果他就說 經過了前面幾分鐘的人催眠 進入狀況 然後又要站著 他是催眠你的手 他說你的手 待會兒在我倒數十到一之後 會輕輕的舉起 我心裡想說 請你還可以把握 不管他就繼續站著 然後他可以倒數 然後他可以倒數 九 八 就這樣 倒數到三 二 一 然後就看到我的手 拿到這個位置 站著我這樣就站著 拿到這個位置 我就看著我的手 為什麼拿到這個位置 然後就 好啊你 就很詭異的一種感覺 就是你並沒有要把你的手拿起來 但他就直接拿起來到這個位置 好 然後他當然後來又再恢復回來的樣子 那你可以直接挺沒關係 他就講一個結論 他說基本上分成三種被催眠的程度 第一種是完全無效 手動都不動 第二我是第二種 我是一半有效 所以手舉到這裡 他說有一種人會這樣 說手舉到這邊來 那就完全接受催眠指令的人 那通常越容易接受催眠指令的人 他的想像力越強 越強 因為他就會接受那個指令 然後去想像這個情境 然後就會跟著做被似的動作 所以像他們在做催眠秀的時候 他們找的觀眾一定是很喜歡催眠的人 因為他本身很喜歡被催眠 或看別人被催眠 所以他進入那個情境就會不有自主去做那個動作 OK 很有趣 非常有趣 那其實跟學習有沒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其實跟人資部門管理有沒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如果主管會用催眠的技巧 融入每天的這個員工訓練當中 員工就會被你訓練到某一個你想要的狀況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可以提 有進去我們另外一條嗎 來一層 profound 好 好 來 168 意思也是這樣 menogamy mo代表數字多少 1 那很有趣的是 再聽一次 menog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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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呢 這個gam很像什麼 遊戲 遊戲 game 所以 manogamy 一對一的遊戲 再聽一次 manogamy OK 好 有點想就好了 manogamy manogamy 169 最後兩個啦 一字字叫grain grain grain叫古物 那我們來做個聯想 rain 是不是下雨 所以在雨中成長 growing grain 好簡單 來一聽一下granary 骨倉 那這個I跟AI 只不過是母音 壓縮跟母音 擴張 好簡單 就這樣 OK 好 沒關係 最後一個 170 來一聽一下gravity gravity gravity叫重 為什麼呢 那個重量 gravity叫重 為什麼呢 因為跟灰色哪個字 gray有關係 灰色為什麼跟重有關係 灰色為什麼跟重有關係 各位的想像力 請把具體的重變成抽象的重 具體的重就是這個東西很重 很嚴重 很嚴重 很沉重 所以重 沉重 那為什麼灰色是沉重跟嚴重 因為墓碑什麼顏色 就會了 因為剛剛都七彩了嗎 我有 我在法國巴黎的墓園 看過七彩的墓碑 而且還是一隻帽 如果你在我的Facebook去找 我有Poco 因為有一次 剛好找到他們張照片 那是去法國念語言中心的時候 有同學說他要去看波特萊爾的墓 法國一個很明顯的作家叫波特萊爾 然後說他要去看波特萊爾的墓 那我們為了我們說 他要跟你去看波特萊爾的墓 然後就去巴國這個巴黎地址公墓這樣子 特別去找波特萊爾的墓 那在那過程當中我們找到一個 我們看到了 我們看到一隻七彩的貓咪 一隻貓咪 在一個墓上 大概小朋友的身材 然後就很好奇 一片灰色的墓碑當中 怎麼會有隻七彩的貓咪在那邊呢 我們讀到法國 我們剛學而已 我們有一個同學 法國很厲害 他來法國待過三年 他說他墓碑上的一些什麼 他說原來這個墓碑是一對爸媽 為了他們好像三歲 夭折的孩子所做的 因為這個孩子在還沒有過世之前很喜歡貓咪 所以在他夭折之後 他們就做了一隻貓咪的墓碑給他 希望他能夠在暗面 就這樣 很特殊的墓碑 人生就是一場體驗感 如果沒去看過你怎麼會知道有種墓呢 沒有嗎 那回來這裡是gravity 當你看過這種七彩的墓 你再回來想 灰色很沉重 很簡單 很簡單 gray 灰色 沉重 gravity 就是重力 牛頓先生發現什麼 地心引力 就是重力 所以休息前 我們給各位看一段影片 希望各位珍惜每天的光陰 這段影片叫做 Life is short 有一個人的電影 可以看一段影片 都在電影 有一個電影 在電影 有一個電影 的電影 就是在電影 電影 的電影 是不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